随着疫情三级警戒为解封 停业近两个月的南投戏院也正式重启营运 南投戏院除了强化防疫作为 在停业期间也加强硬体建设 并引进多部强挡电影 希望民众在为解封之后生活能更加充实多彩 三级警戒为解封南投戏院也重启营运 为了提供民众更丰富的娱乐 搭配着美国超级英雄电影党旗 推出多部强挡影片 但由于才刚开放 到电影院的人潮并不多 也让进场的民众享受到VIP的待遇 在家里其实就是比较无聊一点 有好片我就会看像黑寡妇这样子 是蛮放松的啊 就是休闲着一块的产业 经过将近两个时间的停业 然后刚开始恢复营业 就是其实我感觉到大家心里面都还是怕怕的 所以就来的人潮其实是有黑寡妇这样的强挡影片 就其实人也是比较少 对但我们觉得这个现象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那VIP解封其实大家就是我们也不会特别鼓励大家来看电影 就是还是以防疫为优先 对只是说电影院解封了就是多了一个娱乐的选择这样子 停业近两个月 电影院趁机强化硬体以及音响设备 也针对戏院以及贩卖部内外做些整修 同时因应微解封也做好万全的防疫措施 包括环境消毒 进入室内要求量体温消毒以及失联制 入场时也免费提供了抗菌卡让民众使用 戏院从年初开始营业到就是因为疫情停业将近半年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我们里面有在把趁停业的时间 把影厅的音响再做了一番的一个升级 就包括最小厅的西厅我们也是做了音响的改装这样子 对那其他的话就是内部的环境啊 就是我们虽然停业可是我们每天一样一样进来维持那个打扫清洁 然后跟定时消毒 那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在回来看电影的时候能够有个安心的一个环境 在微解封的期间其实我们会一样持续落实就是失联制 进来先扫QR Code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要量体温跟做手部的消毒 然后都有提供这样的设备 那进场的话一律就是采取梅花座 所以我们有把就是间隔的座位都锁住 就确保出每个人手上拿到的票不会是联号的 对那在进来之后就是其实整个戏院的音乐范围都不能饮食 就包括饮水 就是这点其实我们还蛮会提醒客人的这样子 业者蔡杰峰除了经营电影院以及咖啡厅 爱心也不落人后 针对这一段期间辛苦防疫的医护人员 他也提供了1000杯咖啡让医护人员享用 用实际行动感谢医护人员对防堵疫情所做的付出及努力 记者张东仁南投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